我睡覺的時候塔還在睡 天天睡覺天天睡覺 天天睡覺 大兵嗎 唉唷 我不然還有狗是真反 還行他要一個兵兵 嘿嘿嘿 唉唷 好著急 好著急 早知不知道出那個暗爪了 他在幹嘛 這傢伙 表面你在幹嘛 隨便彈牙 讓我輔到我所謂 我又不擔心 重曬 還重曬 重曬 他在幹什麼 他只學會的一直疊癡 很多玩好奇事都玩不明白的這個人到底是在壓什麼 這個就是壓經驗 壓完經驗就會壓不到 壓完之後就打轉隊場 對面就這樣 這把他閒黑切了 閒黑切了我看情況 殺了就殺了 沒必要死 你不能說交閃了就虧了 交了閃你也換到相應的東西 對吧 我怎麼知道 你被插在這裡不覺得 差了一下沒遇到他 壞了他好像增值會讓我們腦推線跟我們腦壓住 這個對線很無聊,他英雄強但是人玩得很笨 就很沒意思 你打不過他是打不過他的英雄,並不是打不過他這個跟你對線的這個人 所以就很無聊 好燒都玩好了 我想再去一個線,我不知道蝦子在不在 蝦子不在 回家搞個裝備 他死定了 我這波不走他也可以殺他 其實我傷害夠,哇他6級了 那我得6 EAA解Q傷害不好使 這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啊 我操當著我面放W 這英雄沒W就很弱了 他沒W你就可以跟他一波了 W相當於晚耗的龜殼 他把龜殼拖了 被他殺了是真的難受吃你三個塔 別人A一下他A兩下 當然牛了 我那麼傷頭幹嘛呀 看到我 哈哈 這什麼分段是白金人 白金2白金2白金1 不用太管這什麼分段 分段的東西 容易舒服隊伍 不要憑感 這遊戲現在 12、13個年頭了 你看分段沒什麼用 這遊戲玩來玩去他的打法也就那一些 你只要看對面給你的感覺 你看單位看操作沒什麼用 最重要看實力 因為操作這東西誰都會 操作的東西很多人都會 沒了 一套的就死了 他也不太整個 哈囉 他打不掉血而已 他怎麼再點火還就中不上這你要問他 好經典的清拿清放 唉唷 好經典的清拿清放 750能接受 這把出可血還要出星床 這把其實還可以再出把可血 出可血這些都打不動我 純純打不動我 再來把可血好了 可血有點貴 所以我要選買私利給 我還是感覺建模出私利血好,出別的血太浪費經濟了 150要多30秒 你買了不假血就意味著你遊戲要多30秒 好快 又在無腦推 又在無腦推 50CD其實建模就夠了 50CD其實建模就夠了 33% 可血容錯率太舒服了,是得花吧 哇塞,下路切一個頭了 我剛剛那一下閃現好像沒把那個蝦子的距離閃掉 把他閃到了後面 他被他跟到了 我感覺到有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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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出出出 把线推进去回家 4级 这样买的话是95的攻击 下个版本就是续版 其实这些神话装备的小剑攻击率都很高 你可以先买一个不是神话装备的装备 然后你再买神话装备的小剑 就这么和我咬死了 嗯 我压过最狠是压七级 我忘了是哪一次的我打了也都打了诺手我压了七级 我记得我是12级他是5级 我12级剑魔术他5级的诺手 我抄攻速血他要干嘛 中央人在一起 自暴自弃 自暴自弃 我都不玩 我要让世界静下来 我是感觉剑魔他 他没有那个全能吸血也不是依赖性很大你知道吗 那个全能吸血 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在打游戏的过程中我其实发现那个科学 他并不是说有 有那么有作用 有点的换星吗 对 有点我对他都会 我必須連同希望 我沒有打什麼 我才不給你殺啊 你這樣買其實你的攻擊力就跟戰斧已經有了 就是你30,30,少5點 你買出來戰斧他其實攻擊力也加不了多少 如果你買你會效果 這樣77的CD 這樣1的話就3秒鐘 長一點點經驗還好 想逃,我CD很快的,77的CD 蝦子有15他套那個部隊,有點打不到 感謝想變成沃甘的飛機啊,如果下個版本我這麼粗,我現在至少要多100點生命 100點生命 想變成沃甘的飛機啊 想變成沃甘的飛機 這裡是不勝利的 這真的是經典的飛機,慢慢來 進去主攻擊力 這就是我 1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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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出星虫的是 在小浩说话就是有趣,爱说什么说什么,开心就好 下版本你 我推荐你们是可以出黑车加可血,会多100点生命神 然后攻击力会多5点 伤害会很高,下版本你如果是出可血体系的剑魔你是加强 下版本我感觉剑魔的胜率可能还要再回来一点 用作法就好 小兰 2 5 8 5 9 8 1 4 唉 这家伙杀了谁 我怎么又感觉科学比星虫猛了呢,哎呀我不出星虫了我操 我又发觉科学好像比星虫猛了,不对是黑切猛 黑切配任何神话装备好像都顶级了 我发生这个问题了 我发现了,但是黑切配任何神话装备都顶级了 黑切太屌了 你看我的生日 这波浪 被控到死了你 黑切太配剑,他一直都配剑 只不过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这个装备 神话装备比这个装备高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削弱大家就没注意到他 下版本暂时应该都出这个东西 删不出来没办法 下版本我现在是3000点血 因为这个多加了 多加了50生命者 有可血被动也是给生命者 会多给好多人 删出来杀完他还真有可能 没出发了 没出发了 這個到嗎?出不到了 反正我大招可以 可以了嗎 哇操暗爪,真被我猜中 撒迪玩法来了 暗爪 一口 一起来掉下去一口,两口就K 暗爪 真的太恐怖了这个 暗爪确实 出到这里挺烦的,我不知道买什么,只能这样买,买隐魔刀完没什么用 我只能给他卖 反正只能这样 不要,我都看了 下了版本就只能这样,第四件买15就很强 很容易合出来 卧槽这玩耀死了17次 中伤都不错的 但我感觉可以补一点抗性 你觉得那7老师 下版本是两个十字稿加一个 加一个那个 加一个锁一点 再加抗性 下版本只要打4次 800多 然后就能够 不进 还不行 这谁打的死 这谁打的死 除非被挤 能够两个大破甲吗可以 可以出 但是你出巨人杀手没用啊 你再买个那个破甲没什么太大用 就用不到啊 就用不到啊 这个长蓝刀 哦好像只能买一个 只能买一个 来嘛 Q出来嘛 卧槽都拿了 拿下兄弟们 卧槽砍得好耍 哎呀拿下兄弟们 大嘴没关注 了吗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